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再是迫离痛 结果是用了大陆做的对月线安基分片 大家很害怕 医管的证实已经改了用成都这间公司的 学名成份的止痛药 我这样看的这件事是 比学名的药是很正常的 我不给原装的药是很普通的 如果是一些医药分家的国家 譬如你的药是医药保险给的 就很少买回原装牌子 有得买学名药都买学名药 已经没有了专利 因为你用学名药 你换保险换少一点 金鸟少一点 可以省钱 这个是很普通的学名药 那问题就是 中国的学名药可以不可以呢 我告诉你 这是真正的危险所在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因为药物这件事是说 你其实 我同一学名药 你是不是一定要吃药物 不是的 你可以吃同一种成份 也可以 当然 很好实说 药物多食无益 因为它是相刚的 它不相位就是相刚 它是空到食 但是它是相刚 而且它的效用不见得特别快 不见得特别有效 因为它是没有消炎那部分的 它就只是止痛的 没有消炎的 即是你跟 ASPRIN 或者跟 NEOFEND NEOFEND 就是个名字 的名字 的名字 是Improvent 中文也叫做 是很不同的 但是 这个问题就是 这些 就算是通用成份的 学名药 也好 你那个药厂 的水平 製造水平 就完全是另一回事 即是 你的 Quality Control 是怎样呢 有没有杂质呢 会不会 那些成份 触不触呢 或者会不会过多呢 这些问题 才是大家 恐惧的 这个 其实在私家医院 你私家医院 你收到一些 学名药 不知道在哪里 这个问题 一直都困了病人很久 我告诉你 就是 我那两种很普通的药 我指指痛药 这一种 我在德国买到的 德国 我一街都去的 德国这个 这个 是Neofren 的Equipment Improvent 的药 这个药厂 这个 为什么我敢相信 它是药蜜 没问题 因为这家的厂 后面的老板 是 Novatis 是岳华的 那岳华是大牌子 是吧 他就不用岳华 因为近年 有些药厂 就很着意 开拓 那个 学名药的市场 岳华是做得最大的 岳华 岳华就直接把 学名药的部分 用成一个品牌 OK 用这个 山东 他以前的 其中一个化学部门 前身的名字 OK 然后呢 他再收购很多不同的公司 所以在德国很多时候 买到的 其实反而是瑞士造的 这个 这个也是一种 这个也是 这个是我平时 这个是 这个是 等同 这个 智敏畜 智敏畜 你知道 香港的智敏畜 买得很贵的 香港的智敏畜 现在是 4-50元的 现在是 国人素斯克 搞的 GSK 我们在 德国 不买 智敏畜 在说 用同一个价钱 我说 我买10牌 香港买一牌 我们买10牌 我不是和他开玩笑 所以他说 香港药贵是 但是欧洲药便宜 它的前提是什么 是因为欧洲 那个 因为药物监管比较好 第二就是 很多大药厂做 荷名药 这件事就是 为什么我们欧洲 够胆吃药 我们不会太怕买 荷名药 就是我们 不会 要求一定买 原装的 brand 我们很少这样做 甚至最荒谬的情况 是 这个 这个 Noverand OK 它的 荷名的成份 那间厂 就是原本岳华 那间厂 这个brand 就买了给GSK 所以GSK 它是买别人的 form 其实 就是用别人的 form 那个brand 其实 这个是最荒谬的 那间厂 就是原装的厂 那间厂 反而是做学名版 这个是最疯狂的 这件事 因为 洛华卖了这个brand 给GSK 但是他自己又 继续做学名版 这个是最疯狂的 所以我买那一只 通常买回 学名版就行了 因为 你买学名版 其实你买回原装 瑞士那间厂 那间厂 那间厂 这个是整件事 最古怪的地方 问题是 我们欧洲 医管局要行药名 学名 没有问题 问题是 别人欧洲 有严格监管 还有大部分 都是大厂 做的 所以我们就很放心 是便宜很多 但大部分 都是大厂 来的 几间都是大厂 都是本身 或者有一间 是以色列的 以色列 有一间做开 是做很大的 上市的 那我们大家可以放心 我想问 中国医生是什么 中国的药 如果我们这些严格 我来监管 我来看发生什么事 会很糟糕 其实 以往香港医药 不分家最大 就是 对我们最大的困扰 在哪里 因为医药不分家 那些私家医生 配什么药 你不知道 如果是好医生 也好 如果不好医生 那就糟糕 如果不好医生 他给什么药 我怎么知道 所以最后 你最后 你最后 你 有些 为什么有些 去大的私家医院 但是大的私家医院 他给的药 他就真的给了 有blank的药 OK 他们就敢给你 好东西 因为你的药 会反映的 所以 有一天 我是去看私家医生 但是我只是 要诊断那部分 可以 你开一条方 给我去药 配 配 因为我去药房配 我可以选择配原装 或者我可以选择牌子 我就不用陪你赌 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 药的东西是不能赌的 所以我在香港 我以前在香港 我吃的那些药 就算吃 很多时候 抗敏感染 我经常觉得 有时候怎么办 德国就没有这个问题 德国 德国大致上OK 是这个原因 所以如果现在这样搞法 医管局这样搞法 我本来也不知道 医管局 会配什么药 有时候医管局 二元英自年代 就配好药 就跟anxious policy一样 那些药 都会更好 但是有时候 都会配到 德国药 因为 德国药便宜 德国这么大的医疗市场 都是便宜 但是 采购好 才是便宜 有时候 买到德国牌子 街上买不到 但是香港就 但是去到更年 我相信更年 因为我离开了香港 五年了 我估计更年 其实这一路 有很多中国来的药 只不过大家不觉得 现在就是同浪秘宴 因为中国 要割香港人的韭菜 要割韭菜 那时候就是同浪秘宴 是这样的 如果是搞到同浪秘宴 就是搞到 这些中国来的药 那时候 当然我不知道 这些成份 如果你攻击医院的病人 你没有理由再给另一笔钱去买药 所以 你现在就要自己想 是不是真的 问医管的那条方法 自己出去陪 但是我怀疑 都未必给 医管的那条方法 也未必给你出去陪 这个才是问题 接着 你说 私家医院 私家医院 我私家医院 要看哪家 但是私家医生 老实说 不好得很多 私家医生 都是给这些东西 就是 私家医生 愿意 和医药分家 我只是收钱 接着 药的那部分 就不收钱 接着就给这条方法 出去陪 但是 很多私家医生 哪里都愿意 但是医药不分家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省得多 他做了卖药 那部分 焗你 所以 香港的药房 就做得不好 香港的药房 都变成 没有肉食 因为没有庞大市场 欧洲 你也知道 德国整个街都是药房 德国整个街都是压房 德国很多 很多 一来 一些比较贵的化妆品 是Apoteet only 就是 Nerd Apoteet 没有其他 做不到其他给你的 第一 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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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就是我电子药房 电子药房 那些 你可以在网上配合 如果你不说 你吃长期药 长期药 就多数在网上订 就是我电子药房之后 将PDF 或者QR Code 交给电子 那个网上药房 那个网上药房 他查到 德国是个中央电话系统 他查到 他就 传给你家 但是你传给你家 他一定是上门的 或者你附近的HL门市 对身份证 或者对护照 免得你 拿出来 特别有些药 可能比较 那些成分 比较 sensitive 他就会这样做 或者是 防止那些小孩 access到那些药 因为你不断上门 派了 可能只有一个小孩 他未必会 如果你看到小孩 他未必会簽收给你 他宁愿 你放回到门市 你的邮局 你自己饿 是这样的 但是问题就是 至少第一 大家可以吃到便宜 第二 安全 现在 你香港的大事 香港 香港药剂才行 日本就不发达 你又未必有药房 买到药 接着你现在很近医药 我说大哥 你怎么办 有长期病 那些最大事 我一怕就是 有长期病 那些学名药 然后全部都吃中国 那些才可惨 就像这些 譬如你说 子痛药 你千万不一定吃 医管的比例 这一只 大哥 你如果家里有长臂 子痛药 那你吃家里的那些 就是亏给他 但你没办法 你最好吃家里的那些 你家里怎么都有 类似匹尼多的物体 放在这里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你吃家里的那些 对不对 快点 你弱的又不排得久 你弱的 去到神仙某时都会过期 我说 大哥 那些长期药才可惨 那些要医生处方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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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吃中国版的那些 你长期不知道吃什么 会收出来 这个才可惨 所以如果你问我 我怎么看 如果有长期病 那些我仍然去 你去英国 第一 NHS的资源充裕些 第二 你都给了 Immigration Health Subtracts 有些热狗一定会说 你黑英国的资源 我顶你的费 如果是BNOE 那些你给了Immigration Health Subtracts 你给了钱 你明白吗 我好想热狗 热狗不会收皮 热狗 热狗死全家 就是对的 我有时候觉得 热狗都是混蛋 你给了Immigration Health Subtracts NHS 和NHS 通常都是去NHS 你弱逢我弱的 我弱的也是要付少少钱的 那些问题是 或者有些不用付钱 看病症的情况 看病症的情况 最少就是 你的弱 是Garanty 是Under欧洲标准 监管 你不会吃死 但是香港是会吃死的 这个才是惨的 所以如果你有BNO Visa 或者你有英国公民护照 如果你有长期病 我仍然可以去英国 也是这个原因 因为英国相对安全 你吃药的环境 哇 香港的那些 香港真的大了 香港真的大了 无法监管 你更加不要说 香港的药 永远都是万个人 西方多拍 西方 很多时候 有些最新的药 已经Approved 香港都没有Approved 你没有办法 所以如果你有长期病 你有关系 你的药物质素 我还宁愿你离开香港 如果香港不是特别 能赚钱多 你不如离开香港算 有些人可能会认为 我应该没有福利 那些事情 如果你要吃福利金 我就觉得 你应该要想第二些方法 但是如果你不是吃福利金 喂 朋友 如果你应该找到 例如 其实有些人 可能你本身有长期病 可能都是要长期活动的 那么 我何必要陪他 你何必要陪他 是不是 我觉得是很清楚的 如果你有长期病 你本身已经活动了 我就宁愿你去英国 你可以去英国 或者有些老人家 你吃那些长期病的药 如果已经变成了中国药 你应该跟你老人家说 中国药太危险了 宁愿过英国 有些老人家 可能是说 我看那个医生 等等 你如果是长期这样吃的 吃死 吃有问题的药 无法监管的药 那你不如 你不如 你不如提要走人好 但是 如果你说是 短期的情况 你不是吃长期药 我就觉得 你家里 有一些基本的药物 你长期放在那裡 有什么事 那时候 如果你看到 那些 那些学名 是对的 是对的 你就吃你家里 那些 就不要吃衣冠糕 那些 衣冠糕 那些就丢掉了 吃也不要吃 因为这些药 不可以的 中国的药物监管 不可以的 香港 现在以香港政府的水平 也不会做得好 药物监管 你说 在欧洲 有没有中国做 或者印度做的药物监管 我中国做的药物 我未见过 但是可能 它的 active ingredient 那时候 原料 来自中国 有这个可能性 因为 我刚才说 Improving 是几个国家 有active ingredient 制造的厂房 因为 力量太低了 几个是 中国 德国 印度 美国 但是 它可能 它的 active ingredient 是买 中国的 那就是 你的 active ingredient 买到中国 至少欧洲的药物监管当局 是会查的 你不会吃 一些 没有效的药物 但是它仍然会查的 更何况 如果你在欧洲 多数买 德国 ingredient 因为 运送性 因为 我刚才说过 都没有什么异样的情况下 你还要计算运费 这些运费 神经病 大哥 你记住 运费 不是钱 运费是钱 所以 如果是这样 那些 active ingredient 在欧洲买的 多数是 active ingredient 都会出现 德国 或者是东欧国家 或者是瑞士 这些国家 基本上 几个法学大国 或者是法国 法国也有 总之几个法学大国 都玩了 英国也有些 做ft ingredient 英国 一般来说 做贵价的药物 美国和加拿大 你不用担心 美国和加拿大 所以美国和加拿大 有些药物 都来自中国 隔着太平洋 入口 更容易 但是FDA会看着 FDA是严管的 香港 哪个管 吃死了 你都不肯知 你就去玩吧 不要 这些 risk 真的不要 所以我勸各位 可以走 如果有些老人家 不肯走 你就给医药物 你不用担忧医药物 医药物 因为一早就给了 你给了一笔钱 就是医药物 你永远就吃 也不用怕 医生不懂 因为有广东话翻译 NHS 你永远就固定吃这些药物 你比在香港 吃些不知什么 介绍是怎样 你不是因为 你病的问题 是因为一些药物的问题 那时候你们会惹事 正如我 一直都不赞成 一人打科兴一样 我怎么知道 你的Quality Control是怎样 你本来 你香港的伏必泰 都会惹事 那些冷言 我也不知道 你可不可靠 我不知道 我在德国 我就很肯定 100%那些冷言 是可靠 我知道 香港可不可靠 我本来已经 没有信心 而且 你科兴那些 还比较 至少我伏必泰 你看看是德国运来 用HOL Global Product运来 因为中国没有厂房 科兴那些 WTF 你是打了有效的 还是打了没有效的 还是打了over势量的 你不知道 约密的势量 多或少 都是会出事的 有杂质也是会出事的 这些疫苗与事 约密与事 你怎样搞 不能搞 香港医生疼痛 看不可以 香港医院疼痛 看不可以 大家心里有数 这个时代很惨 我告诉你 因为中国 为了各香港救灾 全面 控制香港 什么卑鄙 做得出 中国医护 到中国药物 做什么 你留在香港 做for what 守不住 所有事情 因为李家超 已经变成了 李家超 是百分百的港奸 李家超 比汪精卫 比汪精卫 这些 真是一定的 死保障 比汪精卫 你怎样搞 你不要拼 我觉得 如果你有老人家 或者有长期 如果你本身有长期病 的话 我就劝你现在 如果你在英国人 都会找到工作 都会有办法 你宁愿离开香港 那已经不是政治问题 那已经是你 调命的问题 这是你的健康问题 我不会认为 你走去拼命 是值得的 如果你不是吃福利 老实说 你香港也不见得好 英国 但是如果是有些 我真的唯一重诚 就是真的 食福利金 那些 就真是惨 那些 是不是要整个慈善基金 令到 资助他们 买一些正正式式的 西方药物 是否需要这样 就是 当医管局 那么失职的时候 医管局 一去门 到这样的时候 就算有这样的慈善基金 也不知道 买不买到 你那一刻才惨 因为中国一定千方百计 可能随时令到西方药物 进入香港很困难 要割韭菜 现在本来是中国割韭菜 所以你想想多惨 中国人 真的比其他国家的人都很糟 很多 以前我们南洋 和华人都说的 比如人生 都说的 不卖假药 卖假药最糟糕的 最没有人性 人家病了 还卖假药给人家 但是害死人家 你和谋杀 什么分别 但是中国没有这个概念 共产党是没有人性的 你要记住这件事 当你看穿共产党的本质 你就知道 为什么你应该要走 因为你整个城市 区区外外 各个方面 你都已经会崩坏 当然如果你在吃专业的药 你应该更安全 一段日子 但是如果你的药 就来专业界门 你自己想想 我不保住你的 你记住 如果你在吃专业的药 你应该要留意 这个药物的专业权 什么时候解门 好了 今晚说到这里 第三至第四次 看我自己的情况